駕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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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家內好幾名嫌犯 被圓警團團包圍 還不停掙扎 遭到壓制 因為就在房間內 要拿嗎 真的 有手套 圓警不敢大意 第一時間趕緊清槍 事後經過盤點 房內竟然藏著一把手槍 一把給揍手槍 還有子彈七顆 初步檢視可能具有殺傷力 甚至不只如此 這火藥啊 對啊 桌上看似毫不起眼的藥罐子 打開來竟然藏著大量火藥粉 如果遭到點燃引爆 後果不堪設想 就挽入小型軍火庫的房間 遭到查獲 全是因為 無形被害人在警方護送下 走出門外 5月23號下午1點多 警方接獲他的女友報案 形成被害人遭到三名扼煞 當街爐走 不知去向 警方貨報後 調閱監視器 鎖定作案車輛 最差兩個小時 終於找到這幫嫌犯 嫌犯利用刀具 狼頭燈武器 暴力脅迫被害人 將人一路帶到新北爐州 一處民宅內 根據了解 原來雙方是因為 兩萬五千元的遊戲債務 遲遲喬不攏 嫌犯才會一氣之下作案 不過就在嫌犯要求被害人 自己打電話籌錢時 也讓對方因此找到機會 向女友籌助 因此成功報警 事後三人通通被移送法辦 但為了兩萬五千元 事上刑責被抓 代價不小 接著中誠王英廷新北報導 可不斷 現在 我們下集中